好,大家好 在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个网络里面的小术语 叫网络地址转换 它的英文名是NAT 这个网络地址转换呢 它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IPv4地址的枯竭问题 也就是说 IPv4它的地址数量是有限的 因为现在连接互联网的设备呢 有手机、iPad 还有笔记本、电脑等等 这些设备 所有的设备导致原来设计的这个IPv4地址不够用了 那么这个网络地址转换呢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地址不够用的问题 我们看这里面提出了网络地址转换 当然这个技术呢 它只能够缓解这个问题 而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 根本的解决方案是将来把这个IPv4呢 过渡到IPv6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络地址转换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多台设备来使用 共同使用一个IP地址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通过一个小的测试 来验证一下这个网络地址转换 首先呢 看一下我的手机 现在我用一个软件 扫我现在局域网里面的设备呢 有这么多设备 第一个设备呢 是我的路由器 这是它的内网的IP地址 192开头的是内网的IP地址 在公网上是不能使用的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这个呢 是我的手机的IP地址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小米盒子的IP地址 然后这个是笔记本的 那所有的这些设备呢 都是在同一个局域网里面 所以他们的内网的IP地址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 在内网相互通信的时候可以识别开来 但是他们在公网上使用的IP地址 我们看一下 有什么有什么效果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在我的笔记本里面打开IP搜索一下 我们看到我当前的IP地址是 211.162.8.229 那么在我的手机上打开这个IP地址 我们看一下 这个IP地址是211.162.8.229 然后我们看到左边的手机里面的公网的IP 和右边的笔记本的公网的IP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验证了我们刚才这个网络地址的说话 就是它是通过多台设备共用一个IP 这样的话就可以部分的解决 IP地址短缺的问题 即使我们在这个局域网里面连接更多的手机 iPad进来 他们使用的这个公网的IP 同样是这个IP地址 也就是说一个地址多台设备使用 所以说它就解决了部分的解决了这个IP地址的问题 好今天关于这个网络地址转换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后续我会更新更多的关于网络知识的视频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